这个想法挺不错 出租司机都知道 说如果车辆打了双闪 那就是紧急情况 这是低歌的一暗语 刚才我们这也打一闪 还是知道用车灯说话的人并不多 重庆的杨小姐遇到了两次尴尬 有那么一次 他在道上正常行驶 后边一辆出租车 老是在晃大灯 杨小姐就以为对方要超车 就把车道给让出来了 结果那名低歌开过来并盘的时候 窗摇摇了大喊的一句 盖子没关 杨小姐停车才发现 原来加油之后 忘了关这油箱盖 还有那么一次 杨小姐要左转弯 这时候对面一辆车 对他闪了大灯 杨小姐以为对方要让道 结果对方没有减速 静止朝他的车驶来 差点出了车祸 这执行车辆先行 杨小姐这一问才知道 说这种情况 闪大灯是对方想要先走的意思 是要提醒你一下 你是转弯车辆 你得让我执行的 杨小姐发现 司机都挺喜欢用灯语的 现在市区里都有这个晋升的标志 市区禁止鸣敌 但是如果你不规范一下 这个灯语 就好比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说话 怎么能说到一块去呢 能说到一块去吗 不能吗 能吗 于是他给重庆的交警部门写了一封信 建议由交警发起统一灯光文明用语 比如在车辆借道的时候 借道车辆可以打转向灯 再闪两下远光表示请求 如果对方允许 就按一下远光表示同意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叹叹 然后那边叹 同意你就走吧 交警部门挺感兴趣 但是又觉得统一起来 会有一些难度 真统一的话 咱们说离考 是不是也得多一项支持点 是吧 杨小姐应该是绝对新手啊 上道没两天 要我说 礼让是最稳妥的安全用语 偷了东西的人 如果真能够良心发现 还了东西 还认识到错误 那可真是值得称赞的事 一名德国游客 1970年的时候 在挪威度假时 从一家小店偷了东西 36年来一直背负着罪恶感 最近他终于承受不住了 为做出补偿 向山区小镇 洛姆寄送了一张 250欧元的支票 并请求当地人 找到当时的店主 这名德国人在信中写道 这么多年来 我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 随信附计的支票 请你们帮忙转交 我希望这会让我得到解脱 我也请求你们原谅 我多年前的错误 他在信中并没注明自己的姓名 来信的时候说 那时候这名德国人当时啊 和他的弟弟以及现在的妻子 前往斯坎迪纳维亚旅游 在奥斯路以北的小镇 洛姆停留的时候呢 他在一家商店偷走了一件价值 40德国马克 大约能和20欧元的一件小纪念品 他只记得那家店是 一家有大停车场的纪念品商店 他请求小镇的镇长 西门比约厄根 一定要帮他找到那位店主 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愿意把钱捐出来 做点好事 最后啊 比如说这个比约厄根镇长啊 真的就找到了 已经退休了78岁店主 加布里埃尔伦啊 加布里埃尔伦啊 他把这支票转交给了他 这个镇长在给这位德国人的回信当中说 说老人已经原谅了你 而且这伦老人还把钱 捐给了当地的养老中心了 也用来为当地的居民做了一些善事 就说人哪 不能做坏事啊 否则啊 你就自己找事呢 下一件 欧洲迎来罕见暖冬 莫斯科举办冰块象棋大赛 冰块棋子一边下一边画 昏蓝滑雪胜地 往年积雪一米深 如今就如同一层灰尘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这个冬天不好过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暖冬的现象 我们的禁离俄罗斯 今年迎来了一个绿草阴阴 冰雪无痕的冬天 不过即便如此 一场冰上的国际象棋比赛 还是在俄罗斯如期上演 只是温暖的天气 给比赛带来了不少麻烦 为了庆祝俄罗斯冰雪节 在英国伦敦开幕 这两天的俄罗斯和英国举办了首届 冰制国际象棋大赛 比赛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 和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同时进行 两国选手通过直播大屏幕对异过招 俄罗斯队选手 由前世界冠军卡尔波夫领先 英国队的队长 则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肖特 双方各由一名八岁的小骑手 在成年骑手的帮助下走死 工作人员在大骑盘上 推动冰象棋 为了推动两国的旅游 一米多高的冰棋子 部分被雕刻成 两式标志性建筑的造型 其中包括伦敦的大本钟 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公的钟楼 俗话说巧妇那位五米之吹 这个冰棋子是专门 从这个西伯利亚运来的 特制的冰块制成的 这是切割的时候 这是制冰 这个冰虽然是遇来了 但是比赛的当天 莫斯科的气温 高达八十指数 冰棋子在比赛进行中 就已经开始解冻了 好在比赛只进行了一个小时 两队最终以平局握手言和 否则最后也是平局 这些冰棋子恐怕等不到比赛结束 就要寿终正寝了 再这么热下去的话 来年恐怕得换成有机玻璃的了 看下半条 不仅是俄罗斯 暖冬现象也让芬兰北极圈的旅游业者 头痛不已 所有千湖之国的芬兰 今年遭遇了暖冬 大部分北部的湖国都推迟了结冰的时间 由于缺少降雪 北极地区的旅游公司 担心他们很多旅游项目无法开展 这是罗瓦涅米市芬兰境内的一个小镇 位于北极圈上 它以洁白无银的雪景为名 往年小镇的积雪至少有一米 而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积雪 它是什么我们想的 我们想的 除了之后 当我们开始就想起来 我们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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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浓华 一米深 然后我们看下 我们看下 就看起来 一米的雪 但不过 他们还没有 现在 但幸运 昨晚 我们出现了 有些雪 我们终于出现 有点太夸张了 吸尘器上的灰 你家也太埋调了 北极圈里大多数旅游项目都需要有充足的积雪 因此暖冬让旅游公司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 由于一批游客已经提前付费了 北极狩猎旅游公司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 他们将旅游活动的地点改到了普特摩 这个旅游公司还出动了一台制雪机 连续在普特摩工作了两个晚上 希望打造出的雪地效果能满足游客 游客们的需求 北极圈里都使用了制雪机 哪还有心思再游戏 下节目